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则暖心消息 去年的12月26号下午 在文昌市公坡镇农贸市场附近 一名老人突然晕厥躺倒在地 意识模糊 而就在这危机时刻 恰好路过此处的65岁老人服帽弹 便马上上前施救 而接着随后了解到 这位施救者的身份还有些特殊 视频中可以看到身穿红色衣服的服帽弹 正在对躺在路边的这名老人 进行紧急心肺腹素 并尝试对其进行人工呼吸 视频中的这一幕 发生在12月26号下午4点左右 当时他在经过 公坡镇农贸市场西侧的路边时 突然发现了一名老人 猛然从停放好的电动车上 一下摔倒在地上 这时他便急忙上前查看 我还是以为是他做舍舍不稳 老人在摊倒后 意识已经有些不清醒 而心跳和呼吸也开始明显地减弱 服帽弹便马上对他进行了急救 而服帽弹告诉记者 当时事发紧急 他之所以能熟练地对男子进行急救 是因为他是一名退伍的老兵 这些急救的方法就是他当初在部队中学习的 经过多次的心肺复苏与人工呼吸 最终老人逐渐恢复了意识 随后老人被赶来的急救人员 送往了文昌市人民医院进行救治 由于抢救及时 目前老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现在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据老姐晕倒了老人姓宋 今年72岁 在医院记者也见到了这位宋阿伯 老人通过记者向自己的救命恩人 表达了感谢 而面对感激和称赞 佛玛丹更是希望身边更多有能力的年轻人 能够和他一样 在他人危难之时 能够及时地伸出援手 挺身而出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直播海南 记者报道